我们结婚一年多了 她一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每天就只是在家打游戏 也不管我和孩子 我真的太失望了 为了这个家我也在努力 可我做什么她都觉得我做得不好 我给了她这么多次机会 她却一直不珍惜 这次如果她不改变 我是不会带着孩子回去的 我希望她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带着孩子回来好过日子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陈先生26岁来自山西不业 有请陈先生有请 张女士27岁来自山西职员 有请张女士有请 欢迎老位啊 孩子多大啊 孩子败孙了 现在是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是吧 对 准备跟先生离婚 是啊 是认识不久就闪婚的对吧 三个月 后悔吗 后悔 这个小片里您提到了 先生不上进就努力 是这意思吧 对 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是给我们领导开车嘛 然后长得又高又帅 然后特别勤快 但是结了婚之后 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 我是这样子的吗 我没有工作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嘛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让我辞了工作我就辞了工作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嘛 什么意思 我以前有工作的啊 然后她说她一个人在家 没人给她做饭 也没有人照顾她 还说我给领导开车工资比较低 她就让我辞掉这个工作 让你辞职 对 是你让她辞职的 结婚了之后我刚怀孕 然后孕兔反应又比较大 就想要有一个人照顾我 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 我就是想要一块换成工作 就是既能就是照顾好家庭 然后又能挣了钱 她给我领导开车 一个月也就是两千块钱 家庭开支都不够 所以我说开一个服装工作室这样子 你们俩谁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都没有 刚开始她开这个服装店 我就不同意 因为我们两个身上就没有钱 她有次在网上看人家 卖衣服比较赚钱 然后她说贷款吧 贷款就去开这个 贷款开店 对对对 那时候开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怎么怎么去做 然后我就跟着她的思路去做了 咋样啊 后来来来知道一下啊 她赔了赔了之后还把我 谁赔了 就一起赔的 对啊你不能老说她赔了 我听来听去是你先生听你的指挥吗 赔了就赔了吧 谁就买了不赔再来 可能她赔了之后 把我妈给我赔债的车给卖了 你说她不把上的那些货 我也想 我也想卖那个车呀 就是你妈逼我的吗 她妈就说 必须让我把她的贷款还掉 我的就不管 必须让我把她的先还掉 当时 我 你们一共贷了多少钱 十五六万 十五六万能源 分在夫妻名下贷的 是吧 她贷了一份 对对对对 你丈母娘的意思是 要把 她反正不管我 就是必须先把她的还掉 好吗 这丈母娘 这个我们有办法 我就说要不先把车卖掉吧 先把她的那个还了 我都在想办法 你为什么要把我妈给我赔债的车卖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 就是剩的那些衣服给卖了 你老是纠结在那个衣服上 那要是坚持一下 就有你还堆借在那个衣服上 后来把车卖掉以后 把她贷款还掉以后 我就在想我的贷款也要还了 都要到期了 我就说赶紧出去找个工作 我一定一点的 好你出去工作去了 对 听好吗 她就是为了躲避我 她就不想听我跟我妈的唠叨 因为我那会儿都快生饱饱了 就已经肚子很大了 你说我要是在家遇到个什么危险 那谁来扯犯这个责任 是你还是我妈妈 我给你生孩子又不是跟我妈妈生孩子 是不是 那我想的是出去先工作个两三个月 你生孩子我就回来了呀 那你在乎那两三个月吗 你的贷款还掉了 但是我的没有呀 我的到时候谁给我还呀 不是你的我的 是你们家部还有债 对 夫妻债务是共同债务 对不对 然后等于你出去工作了 对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在深圳最后待了不到一个月 工资我都没领 他就给我买一张机票 就给我打个电话说 你自己开始办吧 然后我就回来了呗 等于又没工作了 对 然后回到家以后 他就说我不赚钱 在家里又咬到我 你知道他回来之后吗 开始一蹶不振 天天在家里玩游戏玩游戏 我让他做个家务 就是我喊着他 他才做 就一点都不主动 那我是没做吗 那我做什么 你都说我做不好 我做司机 你说我做不好 我开服装店陪了你也说是我的错 后来我去深圳工作 还是我的错 反正就是说 在你眼里 我什么都做不好的一个人 我没有觉得你做不好 我是觉得你老婆尝试做 你做了之后 我尝试 我怎么没有尝试 我尝试了以后 但是呢 在你眼里我全是错的 我还是尝试 行 这个夫妻之间各有委屈 丈夫是回来了 这肚子是不等人的 孩子就要出生了对吧 在生孩子期间呢 表现得好吧 不好 就我生宝宝的时候 可谓小 就大出血 还自己带脱唇 然后他都不懂得珍惜我 就不觉得我为他生孩子 生得这么不容易 就他还在车里玩游戏 就我在 怎么不懂得珍惜 当时病床 人家也有其他的病人啊 人家生了孩子 人家要为孩子奶 我在里面方便吗 那不是我妈在那里 照顾你吗 我又没嫁给你妈 我是嫁给了你好不好 应该你来照顾我 不是你妈妈 我都告诉你了 我说你有事情 给我打电话 我在车里24小时 为你准备吗 可是我打了电话之后 他半个小时才上来 我们都做完了 他才上来 行 那我最后不是上去了吗 反正再不争论这个 也不可能一直住院 回去就坐月子了 对 坐月子了之后 早上他妈妈照顾我 他根本就不管 老是在那边打游戏 就每天晚上都玩 到凌晨下四点 就有一次 孩子不是要换尿不湿吗 他就不管 我说孩子都已经哭了 你赶紧去看一看 他都不看 我怎么没有看 我换尿布师 以前换的时候 就说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说松了 紧了 反正我在他眼里 我什么都做不好 对 我砸找卫生 我拖个地 他说我拖不干净 我擦个桌子 我擦不干净 在他眼里 我什么都做不好 后来我干脆手就不做了 说了他几下 他就不做了 我都为你生孩子 这么不容易了 我就说了他几下 他就不做了 早上他们断正一下态度 生孩子是你们俩之间的事 你不想生啊 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就想 就是本来生孩子 就可不容易了 我觉得我自己可委屈了 但是你总说 孩子是为男人生的 对吧 行 做什么事就不满意 是吧 那你就照顾他呗 照顾他 在月子期间凌晨三点 他说他想吃东西 让我起来 开车十几公里 我就给他买东西吃 回来以后他废着了 让他不吃了 让我把自己吃掉 挺听话的吗 一点都不听话 这不都还你说的做了吗 可是我本来就是怀孕了 生完了之后 我那个机器下架的也比较大 稍微情绪有点烦躁 我就想让他就是 都体贴体贴 我都关心关心 我都照不下孩子 但是他总是纯迷于游戏 说什么也不听 那你好好就是好好奋斗 然后咱们俩一起努力 他还是不听 那我在你眼里反正都是一个 什么都做不好的人 那我还做什么 我干脆在家里专门陪着你得了 那我反正在你眼里 什么都做不好 你现在又让我做这个做那个 他现在打算让你做什么 他现在已经回娘家了 回去多久了 回去十几天了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姑娘 咱们别光抱怨 我没有抱怨 我只是想让他变得更好一点 就更勤快一点 像之前我们一起 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样子 过去你不是觉得不行吗 他得陪你吗 你不是觉得他这样不好吗 你让他做买卖吗 你们俩共同做买 不是也赔了吗 赔了之后他不用出去打工吗 你又觉得打工不行 还得回来吗 我只是告诉他怎么做 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在我身边 但是还要赚钱 还要赚的多 就这个意思 他理解的对吗 对 他理解的对啊 哎呀 我也其实挺想要这样的工作 对啊 我也想要这么多钱了 信实就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还有一点就是 傅老师打游戏 我们俩在一个房间 他晚上和别的小姐姐一起连迈 声音可大了 那实际的声音 就是让我打游戏 超级大声音 打到凌晨三四点了 我让他睡觉 他不听 然后我又听了 他跟别人一起打游戏 我心里能开心吗 孩子跟我都睡不着 你还在跟别人打游戏 我都还说我打游戏 我去别的房间 他还说不行 我说你有事情喊我 我就别的房间打游戏 而且我打游戏 我是他既然说我要赚钱 我要照顾他 我就说哎 现在不是那个直播 不是不要赚钱的啊 那我就说反正我打游戏 打了还可以 然后我就说 不然我就开游戏工作室吧 一边陪他一边也可以赚 因为你现在在做游戏主播是不是 还没有做啊 他老师说 他老师说他开游戏工作室 开了快几个月了都没开始 但是我 他这就是借口 他就会打游戏 我现在已经赔了那么多钱了 那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不想考虑好再去做吗 你老师给自己那么多理由 所以男生是有规划 对我了解 做游戏工作室的这一套 对啊 现在慢慢学习 查一些资料啊 就是看别人怎么直播 比如说你给自己选择的 那个方向是游戏打的还不错 你希望通过游戏直播这个方式 来挣钱养 对啊是这意思吗 这个副业 我还想再找一个工作 找个什么工作呢 找个就是辛苦一点的 就是像欧外卖这种 挺好的吗 这小伙子啊 他只是说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 从我生孩子到现在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 他就不听了 他也没有做过 他就嘴巴上说一说 然后 那我没错吗 没有展开实际行动 那我做了那么多 你都是说我不行 过来我就不做了呀 行这个听明白了 现在你希望离婚对吧 你的打算呢 我想让他给我回家好 或者他现在一直在娘家 我们两个这样一直分开 我工作也没有动力 这样啊 就是他和孩子回来了 是个动力是吧 对对对 想我帮你问清楚 你妻子啊 离婚对吧 孩子跟谁啊 孩子肯定给我 我为我孩子付出了这么多 他什么都没有做 啊 孩子归你是吧 然后呢 然后我就抚养我孩子的成长 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 怎么受到更好的教育 因为我家里就有一个 爸爸妈妈肯定就是 不要宠我 跟我宝宝 所以你爸妈养完你 还得养你孩子 是这意思吧 我自己也有工作 行 你是真想跟他离婚的 还是他离婚这件事 要修理一下这个老婆 我是想让他更努力 更上进 就是说我做的都是错的 我为什么还要 按照你的想法来 他一直都是说 这个你必须去做 但是做了以后呢 如果做对的 功劳全是他的 如果做错的 错全是我 那怎么办呢 不做了呗 做了就不做 错了也得接着做呀 你们家领导的意思是说 错了还得接着做 是这意思吧 所以现在丈夫是不希望离婚 妻子是拿离婚那件事情 想让丈夫做改变 而且我看好像 丈夫娘那边对你们俩的事情介入也比较深 是吧 对对对对 对我意见比较大 行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丈夫娘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丈夫娘是有意见的 来咱们听听 我姑娘夹给他一会儿吧 你说这个小货子 这样子一定要整才对吧 一定不知道伤心是不是 那这小两口这红豆 是这越过越好 他俩呢 小货子得又改进啊 年纪轻轻也没有个计划 我也是整是奔来希望他俩能好 可是小货子就整是让我开不接 一点希望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让我姑娘先别回去 他必须要有个鬼话 想清楚了到底 要造一份什么工作 孩子伤什么幼儿园 伤什么孝顺 去去房要不要卖 这些都该考虑吧 以后的日子这么着顾我姑娘 给我们家写个报证书 报证以后他能挨着鬼话生活 我让我姑娘回去 一个男人得一样讲 得有责任啊 对吧 尽责得有固定的工作 收入还得不错 你觉得你妈这要求合理吗 很合理 是你的要求吗 是 能做到吗 可以 这并不是可不可以做到的问题 而是夫妻之间如何 来面对共同生活的问题 人家说这个好孩子是鼓励出来的 好老公到底是鼓励出来的还是管出来的 他从来没有鼓励过我 一直都是说我做的 其实错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鼓励出来的 对 就算我做错了 我也觉得他应该鼓励我一下 至少我还有动力 他从来没有一次鼓励过我 听懂了 听懂了 所以这个问题 先生觉得应该鼓励 妻子觉得应该管教 到底是该管教该鼓励 这一段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我们听听老师问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哎呀我不觉得谁管谁就有错 在咱们的舞台上 曾经我也看过 丈夫特别吃妻子的醋 但是妻子觉得挺好的 他愿意 那就行 可是现在事情是你不愿意 他管你你怨言多 而且你有逆反心理 你特别烦躁是吧 你不希望他管你 不希望他对你的这个事业 指手画脚 以前事业我都是听咖的 嗯 结果发现 我发现都是错的 对 他的指的路径也不对 是吧 对对对 你本身你就觉得自己 当时有一份工作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还挺踏实的 对稳定 你现在还想回到那份工作里吗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我一个人 两千块钱我觉得够了 但是现在有孩子还有老师 我觉得不够家庭开支的 所以我要找一高点的公司 这样 刚刚他也说了 去送外卖虽然很辛苦 但是收入可能比以前高很多 你觉得这个算是一种态度吗 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做 不会去 他还没做呢 你为什么就肯定他不会做 因为他之前都说了很多次了 但都没有去 那如果这次他做了呢 那我能不能知道他会不会做 我觉得女生你好像总是否定他 你对他的这个态度 让他变成一个无所适从的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从前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人家是踏踏实实在做 现在好像应了那句话 当年凭运气挣来的钱 被你一指挥全凭实力给亏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都把过去清零吧 用一段时间 彼此再考量一下 尤其是看一看他 是不是能真的改变 你也一样 把自己的脾气收敛 不要说任何伤害对方 或者伤害感情的话 不要说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做不到鼓励的话 请你闭嘴 好不好 就这样 所以您给的一件事 闭嘴 来来来 夏大老师 那我给一个关键词 相互嫌弃 真实的夫妻 一定是相互嫌弃的 因为我们总有一些想法 是没办法同步的 总有一些决定 是不同意见的 但是所有的嫌弃 我都可以接受 在张女士这边呢 就只剩了嫌弃 没有任何的接受 你要的是一个什么 要的是一个能够 护你三清暖 保你冬不寒 天黑变成你的灯 夏雨变成你的伞 然后眼里全是 对你的爱的 这样的一个男人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男人做不到 不是没有男人能做到 这个世界上 有这样的男人啊 就什么都不干 眼里都是你 然后还天天天上吊着财富 对 就是就像张长老说的 这样的男人压根不存在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 接受和面对 认清现实 你嫁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就要全盘接受他 你一直要改变改变 让他改变 他就这点能力 你让他改变到哪儿去 谁提出改变这个事 那就请提出的那个人 先去改变 因为让对方改变 是不可能的 谁改变 谁才有获得重生的机会 你要么自己改变的想法 要么选择离开 就这两条路 对男生来说 陈先生 你的听话是假听话 因为你听的话是选择性的 你听进去的话 选择的都是对你有利的话 你才去听 你的陪伴是假陪伴 是形式主义的陪伴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认清 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都能放下对彼此的埋怨 然后接受彼此的嫌弃 谢谢 好 谢谢夏大老 来 曲红 我真的 叙述他们之间的故事 一个战争场面 一个趾高强的将军 指挥着部队去打仗 可是总是打败仗 后来想想原因是什么呢 错 他指挥的明明是陆军 只有非得也在水上打 所以将帅无能 是累死三军的 所以说你就是 你家庭的这个领袖 你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一个是你不能做到知人善用 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命 不知道他强项在哪 只想应该这么大 走这条路 我错了 另外一个 你没有宰相你的度量 一点小事你就不能包容 你去做这生意 做赔了是你的问题 你先把我的贷款给还好 这分的可真是清楚 分的可真是伤人心 是不是 所以很大的问题出在你身上 本来人的工作做得好好的 吃苦耐劳 是人的遗迹之长 结果你非要人开店 然后人出去去工作 他得回来 用的都是他的短处 他不擅长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认可 男人要得到自己女人的认可 你没有啊 践踏他的尊严 他被你打压的 他说我什么都不是 做什么都是错 蹲个地我都蹲不好 他只能在这头来 因为我不做 我就不会有错 所以 了解他 认可 发挥他的强项 你需要给他就是鼓励和支持 男生也一样 你以为听话就是爱吗 肯定不是 如果你一直没有主见的话 你就会成为一个 就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位置 他的命令可能是错误 如果你执行他的命令 那这条路一定会走起 有自己主见好不好 这才能是一个真正男人的表现 就这样 好 谢谢 男生你是实 太没有主心股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家中 一个男人愿意放下自己的主见 委屈求全 为了让自己的爱人 能够舒心一点 为了不让这个家 四分五裂 难道这也是错吗 我觉得 女生你真的是欺负老师 她错就错在 太迁就你 你指到咚她就咚 你让吸她就吸 但知道吸是错的 为了让你高兴 裹你一笑 男强也撞了 还要怎么样啊 咱差不多得了吧 在家里是被宠大的 娇滴滴的公主 结婚了 你们俩是平等的 这是你自己选的男人 他身上一定有 吸引你的地方 他性格好 他忠诚 对吗 我们看到他这个能力 去好好珍惜他 他还年轻 他还没有足够的笔绑 遮起你们整个家庭的风雨 那给他时间 也给你时间成长吧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 我大不了回娘家 我爸妈养我 你都有孩子了 总得给你的孩子 做个榜样吧 所以男生 虽然我们是一个好兵 但是好兵也得成长 有自己的主见 踏实去干 赶紧把这个外卖的工作做起来 我觉得特别好 吃苦你不怕对吗 对 咱靠勤奋 靠努力去赚这份钱 踏踏实实的 好不好 有主见 单起家庭的重任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延老师 其实你演的帮不 男生非常上级 说我挣两千多块钱不行了 所以我要去 这是踏实的想法 女生的想法是什么 我要富 我要更好 满足 他研究过服装店 他是能做服装店的 就很奇怪 你怎么会用那么理直气壮的一些想法 我就是想让他变得更好一点 他不好你为什么嫁给他 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人嫁呀 而不是改造一个挺好的人 说我看上他帅又高 这哥们挺老实的 本分勤劳肯吃苦 一般的人就二十多岁 你哪受得了这个呀 早打翻了 人家还说不行啊 你们不回家 我没有生活的动力了 我得接回来 还要怎么做 其实本分踏实 我觉得才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死和幸福 想清楚 挺好的一个小伙子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记录真情留给你们 我希望你能够回家 带着孩子回来 我想 找回我一定的工作 跟你好好过日子 就像你说的 我可以一边照顾你 一边直播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你可以做到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你不要一说话不上去 让你以后不给我弄那些 获得方向 就是说咱们没有那个实力 就不要做那种事情 就是我想踏踏实实的 我们家三口 过日子 那我考虑一下 嘿 不多见的 就是这六十秒要往一起凑凑 第一个要求 能不能从今天开始欺负你 少一些报道 少一些苦 能 你就出来 不能 你就别出来 所以男生来说 刚才说了 打游戏这件事 因为做主播 你需要有一个本事的积累 而那边是孩子不等你随着时间的成长 对吧 所以回去您先把礼拜那种干净 先挣上去 好吧 如果愿意那样 就出来 不愿意就不出来 谢谢两位 请回 来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通讯视频 爱奇艺 搜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 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嘉宾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 大热糖和简醇 简醇酸奶 对爱做节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 君乐宝简醇 零热糖酸奶提供的移植 打开天猫 搜索君乐宝简醇酸奶 对爱做节奏法 来 我们一起签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一起签证 这样能吗 祝你们幸福 请继续吧 谢谢老庭 谢谢老师